今天下午,有网友分享了一组猪仙拍摄现场的照片,其中有几张是一阳千玺饰演的小狐仙与哥哥们的对手戏,千玺一身白色素颈长衫搭配歪数的小便,整个灵气十足。 戏中,认真地看着哥哥们交谈,十二把玩茶具,十二把玩灯芯,把古灵精怪的小狐仙演绎的活灵活现。 朱仙中,一阳千玺饰演乎其山外小野狐,身世坎坷,九死一生,贪玩好动惹是生非,纵使法力低微。 人群尽所有,未报救命之恩,制作坊透露,小七为原创的小正泰,他台湾好动,经常惹出啼笑皆非的麻烦,让大哥六伟和姐姐三伟替其善后,还会和成年张小凡有精彩对手戏。 TVB女星陈敏芝迎来37岁生日,凌日来,她与粉丝及好友共度。 照片中,她的楼顶皇冠依旧十分美艳,陈敏芝的好友马国民、吴永威、陈自瑶等人都献身派对,为她庆生。 陈敏芝也晒出和妈妈的合影,称,生日是妈妈怀胎十月,辛苦把我们生出来的生日。 要庆祝就是要带妈咪一起出来玩儿了。 谢谢每一个关心我的人,以及爱我的妈妈。 康熙来了,已经于2016年1月14日花上了句号,开播12年,陪伴了我们整整一轮,如今也挥着泪说了再见。 不过,康熙再见了,小S和蔡康永组成的康熙组合却不会再见。 近日,二人共同拍摄了一组复古大片。 将于今年下半年播出的步步精心力,于18日公开了剧本练习现场。 自从制作消息公开后,强大的演员阵容更让韩版步步变成了最热的话题。 如今,演员们终于齐聚一堂,开始剧本练习。 当天,主演李准基、IU以及花美兰皇子们、焦和辣、新上浩、洪宗玄、尹善宇、薄贤、南祝贺、智珠等重要演员都到场参加剧本练习。 开示前,导演金归泰表示,这将是一部形式新颖的奇幻剧,希望演员们能在现场玩得开心,体现了自己对演员们的关心和照顾。 这种抢眼的要数花美兰皇子军团,步步精心立大皇子金善浩、三皇子洪宗玄、四皇子李准基、八皇子江和辣、九皇子银善宇、十皇子薄贤、十三皇子蓝祝贺、十四皇子蜘蛛。 这么强大的美兰皇子团,绝对让观众们保了眼福。 最新消息,翡翠恋人预计将于1月22号开机,郑爽和李中社的搭配你们还喜欢吗? 翡翠恋人自还没确定演员就备受关注,小爽和二硕确定出演后更是话题火热,两人到底搭不搭了,先来看看他们以往作品。 二硕模特出道,大长腿真的羡慕不来,自从担当主角,每部作品都稳扎稳打,演技的进步观众都看得见。 学校2013里面,连校服都穿出了霸气,听见你的声音,俘获了多少少女心。 这次二硕饰演霸大总裁,西装一定不会少的吧? 郑爽今年是要霸平的节奏啊,寂寞空庭春玉晚,无数落东京,每人私房菜。 当然,还有搭档洋洋的微微一笑很清晨,新一代郎模。 问题是,人家还越来越美,在翡翠恋人里,郑爽饰演的洛晨熙从大小姐变成女仆。 无忧无虑的大小姐会不会像古剑奇特里的小狐狸香菱一样可爱呢? 在《相爱穿梭千年》里面,小爽可是美出了新高度。 郑爽跟李中硕在各自作品中,都可高冷可卖萌。 这样看来,两人还是挺搭的嘛。 昨日,EXO成员朴散烈,吴世勋和Dior现实上海,为某韩国时尚品牌护上新店开业站台。 三子身穿潮装料相,帅气而又温暖的造型,引粉丝尖叫声四海。 现场,下皮的灿烈嘟嘴卖毛,还大秀中文,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对于中国美食,他们也是颇有研究,现场很嗨地分享起自己最爱的美味。 灿烈将麻婆豆腐奉为最爱,世勋则中意公报警。